公園向桂林川來的慶林釣球 為在很多人加以晴翁運動的三好部門裡面 在這次桂林社區發電協會 就向水埔局提報價位 在釣球較建立一處休憩的重點 讓社區警察美麗 也讓來訪的UK有警察好的路由體驗 所以兩邊不相符合 我們就想把水埔局、南投分局 這個工程的計劃 把這個整理一下 讓UK有一個新的景點 因為桂林地區組電的環境好 很多地方都有椰子的信用 所以這次社區也依這項的地勢 作為建設的主題在釣球的入口處 做了很多椰子相關的技術組件 要再進蜜圓植物 讓椰子組電進來 因為本來這裡蝴蝶就很多了 我們就希望給它打造變成蝴蝶骨 種一些蜜圓植物 水埔局還給我們設計這個 這個五架蝴蝶的過程 讓遊客來有新的景點可以打倒 這次的社區在藝術組件 不僅是由地坑的路由更加關注 今年一代 幾年不禁山羞蝴蝶 可以為中所有提心 加上川民幫忙為何 可以如何參加的民眾 有更好的體驗 我們幾年每年 國立大約 9月10月中旬 都辦黃金山羞蝴蝶 產業活化活動 場地就是我們行林橋北側 當然我們現在已經 在外面辦幾年了 相關鄰近 我們就是一些空間的 張亂店的 我們一定要整理 讓我們的環境 可以感到很輕鬆 有兩位提醒的提醒 未來來到幾年不停 不能感受到 補兜的清涼 竟然可以欣賞到米蕾鴨 記得我們去看這補兜 再看這補兜